因为导演说可以把它掀开来看 甚至我们就拿起来 然后知道说这是一个酒 不管是可以触摸的酒器 还是敲击出声音的乐器 或是风土民情描绘了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 甚至是翠玉白菜肉行丝等 这些珍贵的故宫国宝文物 就火生生的出现在大家面前 让人随意触摸观看 这是由故宫博物院与基隆特殊教育学校合办的教育推广活动 透过仿真的文物复制品 让基隆市身心障碍学子 不用到故宫就能感受艺术文化之美 我们透过社区以及社会资源 以及社府团体 跟学校单位做接轨 让每位的身心障碍者 在这一次的活动 所谓的跨越障碍触摸美丽 在整个活动当中 让他体验出五感的体验 所以包含这次的古文物的展出当中 有所谓的动画 有所谓的所谓的嗅觉 视觉 听觉 这项活动共分五大区块展出 包括以基隆四鸟黑鱼烟等鸟类为主题的画作等文物 故宫希望借此实现文化技用及平权目标 让国人知道文化水处可及 像是清明上河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们把这个圆寸一比一的复制品也带过来了 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圆寸的一比一的 这样的一个清明上河图 我们去了解这个 这个古人他们在生活上 其实跟我们基隆的庙口也有一些类似之处啊 对因为很多很多的细节 其实就是庶民生活的这个缩影 这样的活动也让基隆市员张耿辉大为感动 让他们这些特殊学校的学生 不需要走到我们故宫博物馆去 看到这些展示就能到 到学校里面看到 我真的非常感动 那也期待我们基隆市的海洋科技博物馆 也同样的能够把我们地方上的一些特色 遗悦的以前的古老的我们的遗村的生活景况 包括遗迹等等 也可以到这个学校来展示 给那些小朋友来观看 现场还有二星高中图书馆小太阳成长设置工 陪伴身心障碍学生完成手作体验 帮助身障学生跨越障碍 享受一场有温度的艺术文化饗宴 记者 张启腾 金融报道